在縣長黃建廷還有台東縣政府的努力下 台東縣社會工作施工會 終於在12月16號這一天成立 希望藉由工會的力量 能夠保障社會工作者的安全還有權益 同時也規範他們的行為 提升社會工作的專業 今天看到我們的這個工會能夠來成立 其實我覺得非常重要 對內來講將來 這個工會會是我們凝聚大家社工情感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我們也期待這個工會將來可以辦更多的專業上面的訓練 對外我想我們可以繼續幫我們的所有的社工會員 來爭取應該有的福利 應該有的權益 同時我想很重要的 怎麼樣讓社會大眾對社工有更充分更正確的認識 了解我們社工的工作 實際上我覺得社工非常偉大 他們每天在第一線接觸這些社會上最困苦最需要幫助的這些人 有時候甚至於冒著生命危險在做的 我想將來這個工會怎麼樣讓對外這個把社工的形象 社會上對我們的認知能夠都能夠提升 我相信這個也是工會未來要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縣政府對於這個社會福利的這樣的一個需求 願意投注人力 我們知道這個人力是成本是非常高的 那願意投注人力在上面 就至少這個人力到位了以後要很多的福利要推展才能夠落實 我想在這個政府的部門有在做努力 這個成立了社工師這個工會 我想這個對於這個不管是工部門 或者是民間單位來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表示整個台東線其實在社會的部分 已經這個在正在往前了 更進一步了 希望藉由這樣的一個工會的成立 能夠不只在各位的專業領域上 無論是要來訓練等等有更加的提升 我也希望藉由這樣的工作的 這樣的工會的建立 讓每一位工作夥伴 能看重自己這樣的一個職場的重要性 希望台東的社會福利工作 因為有社工師工會的成立 能夠培育出更多專業的社工人員 讓台東的社會福利工作更進一步 東台新聞范耀玲採訪報導